Yoshi Same Same Name Same Same Merry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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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y Merry Same 欢 interviews Merry Merry Christmas i want to you 我是愛的人 oh 啊 整個冬天在你家 for you my snowman 我遲遲遲遲遲的雨 好的 早上的8點17分 這裡是FM120999 綠綠45的快閃直播 今天的天氣特別冷 所以綠老師想說 來跟大家做一個線上課程 因為最近有小讀者來信 詢問說經國三了 那面臨會考的寫作跟會考的選擇題 感覺到有一點壓力 而且想要詢問綠綠老師 想要請教綠綠老師 在文言文跟長篇的閱讀理解上面 要如何在最後的這一段時光 倒數的五月就要考了 倒數計時開始了 所以想要問綠綠老師說 在寒假的時候怎麼衝刺自己 因為總是離開了學校 自己也想要在內話 如何閱讀 然後如何理解這樣 那今天早上綠老師看到我的手機 有一個訊息就是 黃燈 黃色燈號發生的機率 今天開始到星期五 全台灣有17個縣市 會有下探十度的機會 這個綠老師住在台南 那我常常說我在上話這個地方 這個一年四季 不是如春是如夏 非常非常的熱 只有這種霸王寒流 或者是像現在的 這個這一次的冷氣團報到 才有可能會接觸這麼冷的天氣 有一點就好像要下雪的感覺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一開始 聽到的是 范小萱的雪人 那記得保暖 像今天綠老師出門的時候 全身上下都包緊緊 那記得把自己的這個 該戴的暖暖包 該戴的毛帽 手套 風衣 都要穿好 因為在這個冬季 忽然冷氣團來到的時候 我們的心血管 會劇烈的收縮 那很容易 如果有慢性疾病的人 這個時候會異常的不舒服 可是你到醫院 你也不知道你生了什麼病 其實就是血管的問題 所以大家要特別特別注意 那如果家裡有老人家的家庭 特別把這個阿公阿嬤照顧好 因為心血管疾病 最容易耗發的時間 就是冷氣團報到 尤其像我們在這個山花這個地區 常常只要冷氣團一來 就會聽到救護車的聲音 真的是非常的令人心驚膽戰 因為不曉得是哪一家的阿公阿嬤 又生病了 所以記得 從今天開始到星期五 這一波冷氣團非常的冷 下灘10度的機會 大家好好保暖喔 前陣子呢 就是有好朋友寄來的這個薑茶 現在剛好派上用場喔 我們剛剛所聽到的歌曲是 范曉軒所演唱的雪人 那我播放的是范曉軒版本喔 如果這個過去有在聆聽流行音樂的夥伴 就可以知道這首歌還有男女對唱喔 但是因為男主呢 最近這個非文纏身喔 所以綠老師播放的是范曉軒的原唱版本喔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早上呢 這個拿出了這一個有機黑糖老薑茶的時候喔 才發現喔 那個薑茶上面有這個好朋友貼的這個 冬日暖手心元氣滿點的這個紙膠喔 然後我就覺得哇心情就好了 所以其實這個紙膠袋的運用喔 真的是無所不在 那我就要把它貼在我的這個 我的本本上面 今天的課程是為我們國三的小朋友設計的 那爸爸媽媽也可以一起來聽喔 怎麼樣進行閱讀理解 怎麼樣讓自己呢 充滿了這個理解力 理解監控 在閱讀前閱讀後的差異 自己是不是可以辨識呢 這個理解監控呢 是從識字啊 從這個字詞意語境之後 你能理解你才能運用 那也才能從這個所謂的 這個閱讀的一個文本裡面 得到你想要的知識量 所以我們現在運用綠老師出版的這本書 來練習一下好不好 那首先呢 請大家準備好四色筆記 好 紅色 黃色 那沒有黃色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這個暖色系相同的顏色 就是我們的橘色 藍色 綠色 四色筆記法來做理解力的一個練習 那我今天請白熊來陪我們 因為天氣真的是太冷了 難道綠老師覺得喔 有一點細細準的感覺 好 那早安阿富老師 那現在線上在聆聽的老師 或者是爸爸媽媽們回去也可以把這個方法 交給我們的小朋友喔 那我們在十秒後就開始進入文言 長篇閱讀閱讀理解的理解策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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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23分 绿老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绿老师出版的这本书的第三原理 叫做《生命中的他》 励志小品跟生命书写 通常在早上的时候 是阅读理解力非常强大的时候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在寒假的时间 在早上可以来做一些克服 比如说理解力的问题 现在长篇阅读已经不是国文领域的专门了 现在长篇阅读是各科都是长篇阅读 所以常常听到一句话 就是有这个 有不晓得是老师还是爸爸妈妈 就会说 哎呀 你的数学考得这么不好 就是因为国文老师没教好 因为你的题目没读好 听到这样子 国文老师也要那个皮皮刺 不是因为很冷 是因为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没有把阅读理解教好 不过律老师在这边要再澄清一下 阅读理解不是国文科的事 阅读理解是整个科领域核心素养的一个问题 跨领域或者是各科必须要做的 这是从小要奠基的 根据夏儿的阅读发展 我们其实在九岁以后就可以开始进行多元阅读 跨领域的阅读 所以不是国文老师的问题 是所有的父母亲跟所有的老师 要帮助孩子用有效策略来引导 但是在台湾阅读 起步走这一段日子 我回顾我二三十年来推广阅读 发现大家因为没有策略 所以很容易做一件事就是乱读 在乱读的过程当中就没有得到效应 花的时间多 然后得到的收益少 然后阅读理解也没有建立 所以六老师出版这本书最大的原因 就是要来跟大家 就是用这个鬼灭之刃 写鬼术吗 还是鬼杀队的能量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一些策略来理解 为什么我们读漫画 为什么读戏剧 读得这么有趣 读得这么开心 那是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 其实阅读理解就在产生了 只是说我们没有把这样子的一个愉悦的阅读 放到课文里面来 当你如果把课文也变成像鬼灭之刃的漫画 然后动画或者是无限列车的电影 你充满了兴趣去探索它 我想你的这个困扰会减一半哦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跟大家分享 等一下在阅读的时候有感情的时候就用红色的 好就像这个研究充满了热情 有感情的时候你就用红色画线 那我要先说明哦 请爸爸妈妈不要再用这个 所谓的既定标准来要求小孩 爸爸妈妈画红色的地方 跟孩子画红色的地方不会一样 因为这是个人感受问题 那绿老师后面会有个对照表 等一下我们可以对照一下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哦 原来红色的大部分会集中在这边 这个对照表是什么 就是出题区 出题老师会怎么出题 所以呢有一种矫正的功能 就让孩子做参考说哦 我在阅读的时候的愉悦感 是我在阅读 但是我进入考试 我不能以我在阅读的愉悦感来做标准 我们要用大众标准 什么叫大众标准 就出题老师觉得是重点的地方 所以很多孩子的阅读理解不好 是因为不会抓重点 你的重点跟老师的重点有时候不一样 很正常这句话 爸爸妈妈一定要记得 很正常就是 每个人的阅读理解抓重点会不一样 但是考试的阅读理解 只有一种方向吗 目前为止 因为笔是只有一种方向 但是呢 如果是书写 如果是用这个裹写 或者是这个写作测验 那就不会只有一种答案 所以大家应该要理解这个概念哦 那我们今天就是 你有感觉的就用红色 然后呢 你觉得它是一个资讯的 你就用黄色 这是用心理学来做阅读策略 那你觉得它很有经验 提起唤起你的经验 它很有创意 或是很有换起你经验的 就用绿色 那你觉得它可以启动你 哇 我的生命被启动了 我好像读完之后就充满的能量 比如说读完无线列车的这个电影 阅读完之后 看就是一种阅读哦 哦 坏者的我要像炎柱一样 我要像这个天之龙一样 我要像这个善意一样 我要像一只柱一样 你就忽然产生了一些动能 那你就用蓝色 OK 红蓝黄绿呢 是这个我们在心理学里面的四大动能 红色叫热情 好 黄色呢 叫资讯 绿色呢 叫创意 或者是一种心灵的和平 蓝色呢 叫做启动 是能量 也是一种观察 好 那颜色的心理学 我在这边就不讲 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一则 第三元力 生命中的他 来为大家朗读一下 如果你受编有六位老师 写杠这本书的话 也一起拿出来咯 好 时间早上的8点29分 我们准备来练功了 首先呢 我们再重复一下 其实呢 很贴心的 都已经帮大家安排了 客观精具 反应感受 意义价值 跟连结目标 好 所以孩子在阅读 绿老师的书的时候 不用背 不用背说 这支笔是什么颜色 就拿来比照一下就好了 好 那现在我们线上 有几位好朋友呢 正在跟绿老师做互动 好 老师呢 绿老师现在看不到大家的留言 所以我只知道 现在大概有几位在互动 如果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一起来阅读 也是不错哦 你可以留言 那我现在开电脑 来看大家的名字 OK 好 早上的8点30分 我们打算用30分钟的时间 来帮大家建立一个初阶版的阅读理解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课程呢 是有兴趣的可以留言 我们才会在进阶中阶 然后在高阶 希望可以帮助到这个 会考正在倒数的宝贝们 可以进行呢 自己的寒假特训 好 杰姆早 Judy早 这个 玉华早 还有 阿富老师早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阅读 属于我们的阅读 在这个绿绿老师最喜欢的一本 这个所谓的寒假读物 就是小王子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小王子来当作 寒假特训的开启 因为最近是属于这个 期末考的时间 所以我先把它做直播 然后录好放到这个 我们的YouTube上面 那同学们呢 就可以直接在家里哦 透过点阅绿老师的影片 来理解 来学习 原力补及战 古今阅读术 选文心法 小王子是法国贵族作家 诗人飞行员先驱 安东尼圣修伯利 创作的最著名的小说 这是一本充满哲学思维的 图文预言故事 不同年纪阅读 皆能激荡出不同的思辨火花 而幽梦颖呢 这一本书则是清朝初年文学家 张朝所写的随笔体 格言小品文集 全文共219则 林语堂称赞此书为 文人的格言 指出该书思想红阔 眼光灼见 能从平淡中发现静好之美 本次选文 借由东西方经典哲学修身之书 好 这是一本修身的书哦 解选知己主题篇 一读为快 企图为中学生的友谊 增加美丽的章节 好 这是绿老师选文的一个初衷 三知三哲学思辨 室友知己 友情篇 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友情 所以绿老师就用金色的笔 黄色的笔来做资讯 小王子21章 寻养 法国安东尼圣修伯理 资讯1 但狐狸很快的又开始说 我的生活相当乏味 我猎捕鸡 人类猎捕我 所有的鸡都是一样的 所有的人类也都一样 所以我已经厌烦了 不过 如果你循扬我 那我的生命就会充满阳光 你的脚步声会变得跟其他人的不一样 其他人的脚步声会让我迅速退到地底下 你的脚步声只会像音乐一样 把我召唤出洞穴 然后 看哪 你看到那边的麦田了吗 我不吃面包 麦子对我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 麦田无法让我想到什么事情 那实在很可悲 但是 你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 那么 如果你循扬我 那该会有多棒啊 金黄色的麦子会让我想起你 而我将会喜欢听风在麦穗间吹拂 狐狸听纸说话 并且凝视着小王子 求求你 循扬我吧 我很想 小王子说 可是 我没有太多时间 我想要去交朋友 还有弄懂很多事情 你只能了解你所循扬的东西 狐狸说 人类不再有时间去了解事情了 他们在商店里买现成的东西 可是却没有任何的店在贩卖友谊 所以 人类不再有朋友了 如果你要一个朋友 就循扬我吧 那 我要做些什么呢 小王子问 好 在这个段落 大家听到了狐狸 跟小王子的对话 可以试着拿出你的笔 把你觉得的句子是客观的 你就用黄色 是有感受的 就用红色 是有意义的 用绿色 有连结目标的 用蓝色 好 那这个章节呢 我就会觉得是金句的部分啊 我就想要把它画起来 金黄色的麦子让我想起你 而我将会喜欢听 风在麦穗间吹拂的声响 这个地方就会让我觉得 哎呀 好有画面感哦 好 再来呢 我觉得很有意义的句子 你只能了解你所寻养的东西 我觉得这句好有价值哦 因为呢 我们寻养 寻养其实就是建立关系了 好 在这边我们做一个注解 什么叫寻养 就是我在你面前呢 我不会放肆 我反而变得很乖 就像我们在这个训寿师 跟狮子之间的关系 所以是建立关系 在心理学里面 人类必须先建立关系 才有办法呢 产生情感 譬如说狮子对寻兽师 有一种彼此呢 生命共同体的关系 那这时候狮子呢 就能接受这个寻兽师 在马戏团里面对他的要求 那他就有办法表演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概念 那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啊 好 我们说不打不相识 有时候这个打不是真的打架 就是说我们跟人之间呢 要交流 交流久了才会有感情 有感情呢 你们才会视为知己者死 就是我因为认识他 我喜欢他 我爱他 我敬仰他 然后我可能为他做任何事 所以在古代啊 是为知己者死啊 死 对不起 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他被变成是一个崇高的一种 美德 所以我们这一生能为一两个知己奔波 就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情了 这个是这样的概念 好 那再来呢 我觉得很有意义的地方呢 我用金色的 好 人类不去了解任何的事 反而呢 是要现成的东西 好 这里我看了觉得 嗯 现在数时画的感情非常多 那没有任何的店在卖友谊 好 所以人类不再有朋友了 好 这段看起来 绿绿老师也觉得蛮难过的 好 所以我再给他用黄色的 再画一个底线 所以一个句子可能 他同时具备情感 那他同时也具备了金句 好 那我们在这一页 绿老师画的东西就是这些咯 画的句子 好 那我们再来往下看 你必须很有耐心才行哦 狐狸回答 首先 你必须在稍远的地方坐下来 像那样 在草地上 我会从眼角瞄你 而你不能说话 言语可是会导致误解的 然后每一天你可以坐靠近我一点 好 在资讯一的最后这一段 真的非常的动人哦 狐狸在教小王子 什么叫做有耐心 教朋友要怎么做呢 好 所以这边呢 我就用蓝色的 原来他在教我怎么教朋友耶 首先我们不能下到朋友 所以是稍远的地方坐下来 再来呢 两个人会互喵 好有趣哦 我们小时候交朋友不就是这样吗 而你不能说话哦 因为呢 言语是会导致误解的 这里也让绿绿老师发现 顺修玻璃非常的有智慧 透过预言图文呢 让我们去理解 多说多说多说多错 多多聆听 多多的让我们自己的心灵放空 去听别人的声音 然后每一天靠近一点点 就是可以慢慢靠近 这里绿老师就觉得会有心动的感觉 什么叫心动的感觉 就是呢 我觉得如果我的朋友慢慢的靠近我 而不是吓到我 我可能会很喜欢他 那我觉得这一段呢 不只是交朋友的方式哦 有一点是这个在教这个成年的大学生呢 怎么在社团里面修爱情学分哦 就是不要是吓到这个女孩 而是慢慢的跟他从朋友开始做起 所以这一段话又呼应了我们之前讲的建立关系 建立关系呢 就是要有方法 如果没有方法呢 就会打坏关系 好这是我们资讯二的 资讯一的部分 资讯二的部分呢 小王子要走了 就是这中间有跳掉一些 长篇阅读有时候会用资讯一资讯二 而不是全部 因为全部如果几千字 小朋友就没有办法在考试的时候呢 就透过阅读呢 把题目做完 所以会有一种截录式的方式 好这个就是截录式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资讯二 资讯二呢 是小王子跟狐狸要再见的 就是在一开始是还没有建立关系 现在是建立关系之后要离别 好 再见 他说 再见 狐狸说 我的秘密它很简单 我们只有用心才能真的看见 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肉眼无法看见的 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肉眼无法看见的 小王子重复着狐狸的话 以防自己忘记 因为你把时间投注在你的玫瑰花上 所以它才会如此重要 因为我把时间投注在我的玫瑰花上 小王子说着 以免自己忘记 人类已经忘记了这个简单的真理了 狐狸说 不过 你不可以忘记 你必须对那些你所寻养的东西负责 你必须对你的玫瑰花负责 我必须对我的玫瑰花负责 小王子重复着这些话 这样他才不至于忘记 好 从这第二章可以看出 小王子跟狐狸已经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了 这时候是离别的时候了 为什么呢 因为狐狸教会了小王子一句话 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肉眼无法看见的 那这边就有一个弦外之音了 同时他也启动了我们的动力 这句话呢是复合式的 就是他可能每个颜色都有 一个是什么动力 就是心眼才看得见 所以读了这篇文章 狐狸在教我们就是用心眼去看世界 而不是用肉眼 什么叫心眼 你要去感受行为背后的 这个种种的意义 跟他透露出来的讯息 那小王子为什么要离开呢 因为呢 我要对寻养的东西负责 这句话也非常的感动 我们必须对所寻养的东西负责 所以小王子为了对玫瑰花负责 他要回去B612星球了 B612星球上面的玫瑰在等小王子 所以这个叫弦外之音 那我们从这边就可以非常的理解一件事 小王子的离去不是因为不喜欢狐狸 他是忍住悲伤 我必须对我的玫瑰花负责 这句话 成为小王子离开的动力 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思考 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什么负责 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什么负责 我们在这边可以造一个句子 我必须对我的工作负责 我必须对我的人生负责 我必须对什么负责 而且这个什么呢 是我的哦 我必须对我的花园负责 我必须对我的小孩负责 我必须对我的功课负责 所以从这里我们学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道理 就是顺修博礼 其实透过小王子跟狐狸的对话 正在悄悄的告诉我们 我们的人生呢 是充满着责任 我们必须对某一些 寻养的人事物来做负责 那当我们理解了这件事情之后 哇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有的人觉得他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苦 有人觉得他为什么要对这么多人呢 就是去努力去照顾 原来我们要对这些负责 这些人事物 就是我们要负责的对象 好 那这是我们的小王子篇 那通常在这边呢 我就会请孩子做一个休息的符号 我们在这边呢 就可以写上今天的日期 2020年 2022年 2022年1月11号 我有读过这一篇 那如果你今天早上时间够的话 你可以再继续往下读 读幽梦影 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呢 你就留着下一次 所以我们刚刚就简单的示范 每天大概只要20分钟 就可以做一个阅读的动作 那我们 幽梦影弦是就有知己篇 我们就明天再来 可是我们现在先翻到后面 我们可以问问自己 好 就是从文章中看到什么 从文章中感受到什么 从文章的意义经验呢 反思 然后从文章的连结呢 去连结自己 所以这里可以作为写作文的预备类 好 一 Obejective 就是 请问你从文章中看到什么呢 有没有什么金句 就可以先把它写下来了 比如说我今天的金句是 真正的事情是用肉眼看不到的 好 再来呢 Reactive 就是我感受到什么 同整解释 我感受到 原来交朋友是要慢慢的靠近 慢慢建议关系 就好像国文是我的朋友 那我也要慢慢的跟他建立关系啊 我不可能在学期末 就忽然说 我要考高分 然后拿起来乱读一通 就会高分了 是每天一点点 每天一点点的靠近他 每天一点点的接近他 好 再来 创造类的这个部分呢 Interpretive 就是文章中有没有一些有价值 有意义的 或是有换起你的经验 去思考 哦 世界上没有卖友谊的店 所以呢 我们不要速成 交朋友就要慢慢来 对工作 对梦想 也是慢慢来 再来 好 Design 这是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反思评鉴 就在这个地方 文章以外的 哦 那我读完了 小王子 我学到一件事了 我从今天开始 不管再 对于交朋友 对于我的周遭 对我的功课 对我的生活 我要一个概念 就是我必须慢慢的滴水 穿石 建立跟这些东西 人事物的关系 同时对我的梦想 我是要一点一滴的逐梦踏实 大概这样子 你就是自问自答就好 所以这个叫做提问数 好 就是QA的时间 你可以自己问 那像绿老师就会更加喜欢 大家把它写下来 写下来呢 就会让你自己呢 更有feel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你刚刚画的 来对一下参考 这边有一个参考用 好 以下答案参考用 那我们今天已经先读了 小王子假 就是 好 寻仰这一篇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只有用心才能看到的 好 是真正用心才能看见 好 真正的东西是肉眼无法看见 哎 我们刚刚有画到耶 金句 有没有 好 那你这里就很开心的 把自己打勾勾 好 小朋友可以这么做 大朋友可以这样做 好 再来我们看假的感情类 人类不再有时间去了解事情了 他们在商店里买现成的东西 可是却没有任何店在贩卖友谊哦 哇 这里我们刚刚也有画到 对不对 没有任何的店在贩卖友谊哦 好感伤哦 但是同时也强调就是 我们必须要自己去交朋友 好 因为友情是买不到的 再来 我们觉得有创意的句子 老师刚刚有画到的是 这个麦穗 跟这个金黄色的头发 可是这边呢 当初我们节选的部分呢 是更厉害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是寻仰我呢 你的脚步声 好 会变得跟其他人不一样哦 OK 脚步声会变得像音乐 这样的描述是很蛮special的 那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描述 好 黄金 金黄色或黄金色都可以 的头发 会让我想到麦穗 然后风吹过麦穗的声音 好 这边你可以把自己记下 所以这边只是参考用 你可以把你觉得 诶 我好像有这种感觉的 把它记下来 OK 好 再来 D 哦 你不可以忘记耶 你必须对那些 你所寻仰的东西负责 没错 我们刚刚有画到这里 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玫瑰花负责耶 好 我们这边也有 那这样子你是不是会很安心 会很开心说 哇 我有完成了 就是九宫格里面的四格 好 那这个地方呢 你就可以呢 绿老师有设计了一个日期的部分 叫自主学习 我们就可以先学下 11月11号 那以后的日期就可以在我后面继续写 你就可以知道你这一篇呢 复习了几次了 那我们斜杠写读素养 大概就是这样练习的 希望今天的练习呢 大家会越来越强大 就像我们这个蝴蝶人一样哦 觉得说 哦 我可以再突破我自己 所以今天阅读策略的第一招 叫做四色笔记法 好 红色感受 黄色金句 绿色意义跟价值 蓝色启动跟行动 连结 试试看 你也会做得到的哦 好 那大家可以在今天的这个影片呢 留言 或者是在YouTube下载留言 告诉绿老师 哎 今天的一个练习 初阶的 你是不是已经比较不害怕 所谓的长篇阅读呢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留言哦 绿老师就会再规划我们下一期的课程 进入呢 中阶阅读 就是文言文的解读 然后最后呢 我们挑战的高理解就是文言文跟白话文的交错 比较阅读 希望大家呢 可以越来越进步哦 那欢迎大家有什么想法 尽量给留言 尽量留言给绿绿老师 因为你的留言就是绿绿老师的动力哦 好的时间来到了我们的8点53分 那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呢 在空中练习了 如何从白话文用四色笔记做阅读理解跟提问 希望今天的课程对我们的小国三有帮忙哦 那如果你不是国三生也没有关系 因为阅读理解是一辈子的事 从国小国中大学 根据夏尔博士的研究呢 从零岁六个月到六个月开始 我们已经开始在阅读 那人生的阅读呢 慢慢长路 阅读理解的建立也是呢 慢慢长路 所以不管几岁开始都非常的棒 非常适合我们一起来练习 那欢迎大家把所有的想法呢 留言给绿绿老师 那绿绿老师呢 就可以呢 再规划更多属于不一样的阅读理解的课程 让大家可以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进步哦 不要觉得自己不好 没有人是天生就学会阅读的 那我们节目最后呢 送上的是绿老师很喜欢的粤语歌曲哦 因为我从小呢 也是听歌学国文长大的哦 从歌词里面去理解 那在这个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有很多老歌哦 其中呢 粤语里面呢 有一首我最喜欢的 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听 这是光辉岁月 Beyang所演唱的 那如果你有这个 在YouTube听到绿老师的这个课程 欢迎你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 拜拜 拜拜 他必以致一心同意 腐蜇到珍重 年月花拥有变造失怒 地缘的伤眼大着期望 今天只有赢紧的灯火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惊惊慌悌的振扎 自信可奈免未来 分誰又能做到 我跑紛紛膚色的街下 遠野太離開 紛紛離我高低 紛紛色彩選出的美麗 是一家沒有 分我每種色彩 年月花用油麵做Star隊 避免雙眼帶著期望 有些自由殘留地退河 應徵奉迷歲月 風雨中好緊自有 風雨中好緊自有 風雨中好緊自有